大家好 欢迎来到知音楼事务所 又是卡萨彭卫生 今天是3月9日 星期四 现在时间是11点 港股今早的走势 平开后走势也是反复为主 最主要是市场对于 美国在联储局 接下来加息的预期 逐步消化下 市场去到2万点水平 开始慢慢做整股 没有进一步急跌的情况 近几天来说 美国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 就在国会的听证会 连续第二天发言 都是派英为主 反映现在来说 加息的预期也挺大 亦看近日出的经济数据 内地方面 早上也出了CPI和PPI 亦比市场预期差一点 反映内地方面的整体数据 显示经济增长更加慢 亦符合内地出的经济预测 预计全年经济增长5% 但美国出的经济数据 暂时不是特别强 但有一件事我相信 市场都会比较忧虑 就是今星期来说 美国出的就业数据 一旦比市场预期强很多 可能进一步大幅加息 亦的机会进一步增加 亦因此因素 看到美国在主席 鲍威尔的听证会的讲话 都指出进一步加息 亦预期未来三月份 加息搬离的机会非常大 因为昨天来说 整体听证会的讲话 都是跟之前所说的有重复 但有一些暗示指出 三月份有机会加搬离 亦因此因素 令到联邦机英尼女期货 预期三月份加息机会 亦由之前是72% 一加加到78% 而且亦加上 大家对于息口峰值 这个比喻期高的言论 是带动的 对于五月份加息50点指的机会 亦涨步增加 现在来说达到57% 以及5.5-5.75% 这个水平 亦达到29% 如果我们看回加息预期 亦令到美股本身的走势 都比较偏弱 最主要是因为美汇指数 一下子升到105流上 亦远远超越了市场原本预期 到105.63水平 便会回到预期 对于美汇走势的转强 一众的资产价格 都是回落 无论是油价、金、Bitcoin 全部都是跌下来 主要是整个市场 对于加息预期 令到持有美元的意欲更加强 因此因素 都带动了美汇指数 在短期做一个比较偏强的形态 对于美股来说 昨天的走势 个别发展不算特别差 起码看到标碰白指数 和纳指都维持在升的局面 而道指来说 轻轻跌了58点 跌的幅度是0.18% 不过留意一件事 在日线图上 我们看到道指涨步下跌 跌到近期的低位附近 能不能够站稳 也好似乎在短期 RSI可否站在30水平 因为如果看回 现在的RSI 原本之前50的水位跌回头 下跌回来38 或多或少 可能反映走势上转回 我们也看回近期 保里加通道中族 也由之前向上升的形态 转回向下 就算在保里加通道随直高度 维持幅度不变 也看到BVW没有办法 进一步向上推 但是通道随直高度 没有移动 但是中族向下走 也会令到保里加通道底部 可以跌的空间会更多 因此就这样看的话 现在很大机会 就是说在短期内 通道随直高度是不移动 但是就中族下行的情况下 会令到整个的道指向下跌的幅度 和空间会更多 都是利淡过后市 对于人民币的匯价 也看回 现在来说大家都预计了 内地方面的经济增长 只是5% 没有之前大家预期是5.5到5.9 那么高 变相人民币的匯价也随时是转弱 甚至有机会可能 进一步是试穿七算这个水平 令到股市 无论是内地A股也好 甚至是港股也好 都是有一定的压力在住 整体上美匯继续向上 加息的预期也是越来越大的下 都令到整体人民币 港股内地A股的弱势继续维持 不过都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在近这几天 尤其是星期二 星期三这两天 见到收市后的竞价时段 有资金重新再买港股 原本预期是星期二那天 因为市场突然转变差 内地方面突然将经济增长跳下来 令到在两会正开的时间 有维稳资金 令到指数人不要跌 有资金进来 但是看昨天来说 市场进一步下跌 但仍然看到有比较多的资金进来 或多或少可能反映的一件事 就是指数跌下来 这一阵去着两万点的水平进发 开始之前停了一段时间的长线资金 在收市后再重新暴注 整体上是否可以令到市场即时站稳 暂时还未得住 因为大家看回 在开市的竞价时段 仍然没有钱进来 便是炒不起气氛 只靠收市的竞价时段的资金进入 是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长线资金 重新再提高中资股份 所以在指数下跌 又重新再出来买 当然买的货不算是特别多 例如星期二来说大概是22亿 昨天是36亿 都是不算很高 但起码维持到连续两天资金流入 可能是显示着 现在市场可能有机会在2万点这些水平附近 反而开始做整固 令市况逐步回稳 当然如在现在的水位来说 当指数回落去 会不会跌穿2万呢 我觉得有机会 穿2万不是走的理由 反而来说整个指数回调 以低位在14597点上去22700 五期后做回调 跟回38.2%回调 幅度是19600的水平 应该的指数穿2万 一点也不奇怪 但穿2万去到19600的位置 不出现进一步的大跌 甚至去到水平来说 开始做整固 开始见到钱 在收市后见价市段买回 可能会成为市场 有机会见到 比较主要支持的预兆 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数字 当然如果在开市和收市 两段的减价时段 加上资金楼 都是有时候转转好的迹象 但不足以令市场 直接升上去 因为如果把开市和收市 减价时段分开查看 收市的减价时段 资金楼 在蓝色的线 开始向上走回 但绿色的线 还是橫行 甚至是轻轻向下走的情况 都是看回 很多时候 开市竞价资金 是不进来 就表示炒不起市 他们是不拼搏 所以短期升势 就未能够延续到 都是一个 令到我相信 短期来说 市场上不去 一些比较高的水平 的机会 去到21005点 跌回这一下 亦跌得比较急 亦跌得有些少少 就轻轻了市场的反弹 至于科技指数来说 我们留意到 其实他们的 收市有竞价时段的资金 是比较多 但是开市的竞价时段 资金来说 又是不够 可以看回 市是要升 不能升上去 可能都会是 有部分短炒的投资者 利长令到 科技指数来说 暂时还是有 比较偏弱的形态 亦看回恒指的走势 和科技的走势 可能在短期内 未必一齐反弹 可能弱势仍然在科技里 令到科技指数来说 令到科技指数来说 对科技指数来说 令到科技指数来说 今早早开市的时间来说 市场上高 看到整个走势都是反复 就算出卖CPI PPI的数字 都未能令到 市场有任何方向性 例如今早早来说 幸福只是轻微地 升了31点 国字和科技指数来说 基本上没有变动 整个早段的 竞价时段成交 19亿是多一点的 比起日前 主要集中在恒指 80%的成交额 但留意到 即使恒指有15亿的成交额 但恒指的资金流 今早早就轻微多了1.5亿 如果计算追货率是10.4% 完全没有特别 至于国子来说 轻微走了9300万 另外科子也有钱走 是2.1亿 其实可以看到 现在市场的看法 都暂时对于 一众的科子 甚至是前一阵 炒起的一些科技类股份 也好 甚至一些内房 都似乎没有什么兴趣 因为始终如果看回现在来说 一些金融类股份 仍然都是受资金追捧 可能都会成为 顶住整个的恒指 跌不下去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这样的形态上 没有新资金进来 尤其是开市的时候 基本上你是炒不动 就算上去的话 都会有很多的钱是走的 都会令到暂时港股在短期内 都会维持一个反复 向下有少少轻微偏淡的局面 如果以日线图去看回 暂时看到 恒指去到250天线的水平 跌不下去 亦是看回 去到波利加通道的底部附近 亦是暂时跌不穿 加上RSI来说 还未跌回到30以下 要走势进一步下跌 似乎可能性不算太高 所以以技术走势去看回 恒指仍然是2万点 而恒指主要的支持 都会放回19600这个水平 刚才也说了 关于指数由低位 在14593 19597 升到上去是2万2千7 这位 继续获安比率38.2%的回调 如果看回小视图来说 基本上还是在 比较阔的 保利加通道底部附近 游走 一般来说 RSI没有穿30 而保利加通道比较阔 很难出现突破 反而来说 会有更大的机会 都是在通道底部 逐步逐步整固 亦都看到今早上来说的市 真的满后很重要 到现在来说 都是说 几十点的上落 现在来说 恒指 叫做2万045的水平 只是轻轻跌了4点 内地来说 跌的幅度更多 上证指数 跌了0.5% 如果以指数去看 暂时还是有整固局面 因为恒指今早上 未跌穿过2万5千天线 仍然是阴足的陀螺手势 未有方向 大家仍在看着 要讲一讲 今早上有一只股份 就是领展 领展之前公布 44.2的水平 去做公股 五公一 今早上Rise上了 偏向是2915 如果看看正股价 在现在来说 是48.25 而Rise是3.92 如何去计算 现在48.3 减了公股价 是44.2 那你就会得到Rise 如果看看现在来说 基本上 公过Rise的 好处就不多 原因 也看近期 美国的息口突然又再飙升 令到要买领钱去做公股 其实面对着 未来美国仍然有加息的可能性 令到收息 领展的息率 其实都是说 6厘左右的水平 现在来说 甚至是用历史的息率 是5厘2 计算数 在10年期的债息 即是接近309 这些水平 去看回整体上的吸引力 就真的不高 因为始终 如果你看回现在来说 大家可能都会看回 一个叫做 买收息股 必须要有 比如说 美国的长债的息率 再加回大约4厘左右的风险日价 才会吸引 所以在现在的时间来说 风险日价是这么低 变相 在股价可能跌2-3% 然后将原本的日价完全抵消了 变相完全暴露在股价下跌的风险里面 所以就这样看的话 领史现在的公股 基本上就真的 不是太可行的了 我们都建议投资者 在这些水平 如果真的拿到公股权回来的话 其实都是要沽了它 因为如果你不沽的话 有个风险就是说 它去到公股权 结束交易之后 你的公股权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你不公股的话 变相你就会損失了 所以都是建议在未来的公股权 到期前就应该要处理它 沽了它 都是应该要这样做 除非你说我得很少 譬如你说100股正股 你拿到20股的公股权 20股再当你4元 你都是80元 80元你分分钟连那个 使费都不够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可能有它报销就算了 始终都是看回 现在来说 就是领展的走势 随着它的息率 还是低过 一个叫做合理水平 令到大家来说 在加息的预期底下 都会令到它的吸引力大为减少 都令到股价上 进一步偏弱的形态来说 是会维持的 看回这个星期来说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数据 包括星期五会公布的 美国的一个 2月份整体的就业数据 上个月 2月份公布的1月份数据 飞龙新生即位大幅上升 比预期高很多 去到2月市场已经预期 是不会再有一个这么大幅的上升 但是问题就来了 究竟预期是不是都达到呢 因为都要看回 这个飞龙新生即位 市场的预期是说20万份 如果它出来的数值 仍然是超过20万份很多的话 反映现在来说 美国自己本身的整体劳工市场 劳动市场来说是非常紧绝的 因为在最近出的一些数据来说 都是发现了这个 即是叫职位空缺 比市场预期严重 即是说是不够人做事 在这样的情况的话 一定会推升了整个的劳工成本 尤其是每小时的薪金 可能会进一步推升 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 通胀也很难按下来 所以大家可能都还是担心 这个加息的因素 令到整个市场在跌到去 譬如恒指 两万点边缘都不肯弹的 一个主要原因 留意一下市场的焦点 会放回美国联储局的主席 连续第二天放英 暗示着3月份 加息50点指的机会有多大 亦都进一步推升 就是加息的预期 这是一个循环 对于整体股市来说一定不利 尤其是三月和五月份 两个月都会分别 加息50点指的预期 亦都进一步上升 尤其是三月加50点指的 基率去到7% 边商基本上都预计了 加50点指 亦都看回美国本身来说 美股的走势昨晚 到个别发展 但道指来说是比较弱 尤其是BBW 未有扩阔上来 但BB中处向下走 都会推低了指数 可以下跌的空间 至于港股来说 在内地CPI、PPI公布 出了之后都比较弱 暂时市场就会 将焦点摆回到 星期五的就业数据 暂时看回恒指 仍然会有机会跌穿2万 亦都可以这么说 跌穿不算太过 值得担心 因为都会看回 现在来说 指数在上次回调 去到19783这些水平 是还未调够的 因为如果看回整个升浪 由14597点上去 是22007这些水平之后 回调这一阵 38.2%应该是大概19600 上次差一点才到 会否在今次来说 再试这些水平 我觉得机会大 若果以2万点作为 短期的 培回区去看回 现在只要不是明显跌穿2万 亦都没有进一步推到 RSI跌到30以下 整体市场会 逐步逐步转回回 尤其是在星期二开始 已经出现连续两天 就是在收市有的 竞价市段 看到资金流入 也有点暗示 市在短期内 有机会转入整固局面 不是下跌局面 因为整体的收市有竞价市段 通常都是长线资金 是入市的时间 他们肯进入 比起前一段时间 看到完全停止的 收市有竞价市段 是好很多 持续流入的情况 可以发生的话 都对港股来说 是有利好的帮助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各位对于 以上内容来说 有任何的看法 又或者对港股来说 有一些想知道的东西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看到之后 就会尽快回复大家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明天再见 拜拜